藏族唐卡 藏族唐卡又称唐嘎 是一种画在布面上用彩段装表的卷轴画 唐卡的题材以藏文化历史与佛教经典为主 有展现人们生活习俗的生活画 也有反映藏衣藏药的科学画 是藏族人民的百科全书 最早的唐卡可以追溯到公元七世纪 据大昭四智记载 吐蕃赞普松赞干部在一次神事之后 用自己的鲜血绘制了白拉姆像 由他的妻子文成公主亲手装真 现在这幅唐卡已不复传世 绘制一幅精美的唐卡 通常需要花费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 画师们盘腿坐在绷好的画布前 用笔尖沾舌尖画画 勾线 着色 上金 每下一笔都需要凝神 静息 色彩是唐卡的灵魂 唐卡的颜料来自珊瑚 朱砂 绿松石等珍贵矿物 这些天然的材料色彩艳丽 色质稳定 历经数千年岁月的洗礼也不会褪色 对于游牧在高山古地之间的藏族人民而言 唐卡的意义与帐篷同等重要 帐篷是温暖的家 唐卡则是随身携带的妙语 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